刚刚跟观众朋友同步掌握到就是裴洛西在立院 顺赞我们台湾防疫成绩突出 而且是一个自由又民主的国家 那么继续下来呢就要请教国际组记者信仪 针对裴洛西在这个华盛顿邮报同一天看出她的投书 她也推崇我国的民主成就以及良好治理 但是面对大陆打压 美国必须与台湾站在一起 请问投书内容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 信仪 好我们知道这个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顺丰访台 那其实在华盛顿邮报就同一天看出了她的投书内容 那这篇投书的内容呢 其实标题就写得非常直接 标题就是为何我要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 那其实在这篇投书里面呢 裴洛西就提到说43年前 当时美国国会是压倒性多数呢 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 并且获得卡特总统的签署 那这个法案呢 也是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 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 同时也是美国对民主台湾的一个承诺 所以美国呢 必须牢记这个法案啊 以及这个誓言 然后必须要来支持台湾 所以就在这篇投书里面呢 裴洛西其他提到说 他觉得台湾是一个任性的岛屿 他用任性岛屿这个词哦 因为呢 其实台湾一直有不错的这个治理模式 尤其呢裴洛西也提到 在这个总统蔡英文的治理之下呢 这个台湾的防疫 在这一次的这个COVID-19的表现上 可说是可圈可点 因应的非常的好 那因此呢台湾呢 裴洛西也提到说 台湾是一个和平 同时安全经济活力的领先者 只是针对这个台海关系啊 裴洛西他也点出说呢 其实最近这个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些政策呢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打压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 因此双方的这个紧张情势 也日益升高 只是面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挑衅呢 裴洛西就表示说 其实美国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因为会持续威胁到这个台湾的民主 所以呢 这一次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 最主要就是一个明确的声明 也就是说要强调美国 会跟这个民主伙伴 台湾站在一起 表示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所以呢 在这篇投书最后 其实裴洛西他也提到说 这个访问行程呢 并不是要与长期的这个 一中政策来相抵触 那一中政策是这个 跟这个1979年台湾关系法 还有美中联合公报 跟六项政策的这个基础为指导 但是美国呢 还是坚持反对 以这样子的原则 就是单方面的来改变现状 所以呢 在这篇这个访问的 在这篇投书的最后 裴洛西他也提到说 这一次呢 他其实是要来展现 民主的承诺 重申这个民主的政体 以及台湾的自由 他需要来 好好地彰显 那必须 他也觉得说 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 是必须要受到尊重的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今年四月呢 裴洛西他也走访了 这个战火中的乌克兰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他来到台湾 大家也认为说 加上这篇的这个投书内容 其实大家认为 说不少专家分析啦 就觉得裴洛西他其实 并不是想要来改变 一中的现状 而是呢 是希望以战略性的方式 来刺激中国 好所以刚刚 透过信仪的这样的掌握 其实我们知道裴洛西 他就是来表达一个立场 美国支持台湾 依旧是对于这个 台湾民主的承诺 那么其实除了 会见了政界人士 包括待会行程 要去会见总统蔡英文 今天预计 还会跟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 来讨论美国最新通过的 晶片法案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 也凸显我国在 国际地位的重要性 请问双方很可能 会讨论哪些关键的决议 再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浩婷 我们知道 这个裴洛西 他除了今天呢 会会见总统蔡英文 同时会跟这个立院党团 进行一些交楼之外呢 其实不少外媒 包括华盛特邮报 也指出说 裴洛西这一次 很可能就是来台湾 是要会见这个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并且呢 讨论的重点 就是美国刚刚通过的 这个晶片法案 我们先跟大家 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晶片法案 其实就是美国联邦 这个众议院 还有参议院 他们在上周呢 是接续通过这个 晶片与科学的法案 其实这个法案呢 也是展现了 美国朝野 对于整个 这个半导体产业呢 都是相当关注的 因为接下来呢 他们预计呢 是直接补贴 超过520亿美元 那是补贴在哪里呢 高阶晶片制造 同时呢 也会针对一些 国外的晶片厂 像是台积电 三星等 如果有意到 美国设厂的话呢 是可以给予 这个高达25%的 租税补贴的 租税抵减的机会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说 虽然不少人认为说 这个晶片法案 这样子的补贴金额 其实还是 象征性大于实质性 因为整个这个 半导体产业 其实它的资本支出 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金额 很可能 对于整个产业 会不会带来 结构性的影响 大家其实还是 比较持这个观望的态度 只是大家认为说 美国政府 这一次针对这个 晶片呢 其实是有一些 希望可以产生 一些鼓励的作用 所以也看出说 这很可能是 佩洛西这一次来台湾 并且呢 要跟这个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会晤的 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在前几天 他才接受 这个美国CNN的专访 当时他就提到说 如果中国大陆犯台的话 各方都会是输家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该担心的 并不是金片 而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崩坏 同时呢 也是这个整个地缘 政治的前景 会完完全全的被改变 所以当时刘德英 就已经点出说了 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知道说 美国现在其实有 非常多东西 是要依靠台积电的 这个晶片 包括像是F35战机 标枪反战车 还有飞弹等等 另外呢 在美国超级实验室 里面的这个电脑 也几乎都是使用 台积电的晶片 来运算的 那同时呢 这个苹果的消费性产品 也都需要仰赖 台积电晶片的出口 所以这也是这个 美国许多这个 政府官员 他们是越来越担心 说如果大陆 一直持续的在威胁的话 对于这个 台湾的晶片工艺 是不是会产生一些 不安的情绪 所以呢 这一次很可能 裴洛西跟刘德英见面 双方就是要来讨论 这个晶片法案 这个实质推动 如何实施的 这个推动性的一些 相关细节的讨论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裴洛西 今天的行程 他就是在结束 这个跟总统府 还有这个立院之后呢 他中午 中午会跟蔡英文总统 在台北宾馆 共同处餐 那同时呢 下午也会到 这个位于新店的 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那会预计呢 是跟这个人权领袖 这位吴尔开西 会有对谈 那预计是在 今天下午5点呢 就会离开台湾 然后并且他的下一站 会是在南韩 那我们也会持续 为您锁定 这个最新消息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明镜又会订阅